美女的佛丐 美女的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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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孟瑪丁83年到这边来 到现在已经满20年了 那为什么可以持续这么久 当然一个初衷就是热情 对病人的热情 看到病人他们对我的感谢 我就觉得很有成就感 护理的东西除了是要非常精确 精准的技巧之外的学术技术之外呢 还需要就是有一个护理的初衷 所谓初衷就是同理心 是非常重要的 吃饭后的药没有退烧的 我觉得长袖的应变能力 很强 它可以快速掌握许多紧急的一些状况 然后呢可以在短时间内 你出一些问题处理的一个方案 会比较感叹自己的生活 比较悲苦 经历过离婚啊 经历过过亲过世 还有经历过妈妈生病 我这十几年来看到她她的状况就是一直都是维持那种对护理的热情 那也都没有忘记做护理人员应该有的初衷是什么 那在带学妹的部分 我也觉得她非常的精心性能力 所以她对我来讲就是夜间的同事 那参修护理长平常是夜间的值班护理长 那她除了夜间会出现以外啊 她在白天的时候其实也都一直都出现在医院里面 例如说她会担任我们医院BLS 就是所谓心肺腹生素的假室 在工作上我可以得到我的成就感 然后继而就是把这个正能量呢 反映到家庭部分 才可以觉得说家庭我可以尽量的去支持 还有尽量去保护我的家人这样子 数十年来大概已经维持了十五年的时间 都一直有运动的习惯 所以现在呢身体还算蛮健康的 然后才能够照顾家人 那未来的话呢 我希望能够更体系更多的一些心境能力 让我们护理界呢可以稍微改善啦 对